大家好,現在是2020年7月2日,星期四 希望下半年會更好,所有香港的壞事都過了 但會有一宗,我覺得是一個好東西來的 一千萬留下市區核心位置,不要說很核心 市區裏面買一間四四正正的店舖 我想起哪裏有,我想起哪裏有 這間真是絲絲正正的店舖 不是劏出來的店舖 這個超和興,這個位置成交了990萬 真的,收到封的時候確認給幾次 感覺一個七分位,五分市值,十分超便宜,一分騙案 這間的位置,我也不會說十分,因為始終這裏是靜的位置 我告訴你牛頭過,定安家給個十分騙案 但就OK的,這個位置一分錢一分貨 990萬,你想怎樣 現在我站在這裏的時候,很難得才能登到陽光出來 剛剛不斷下雨下雨,避慢一遍的時候 現在終於有陽光出來的時候,有落雨 所以趁陽光的時候跟你說一下這間店舖 這裏的位置是45至51號,安泰樓地下的四號坡 這個位置 這個潮和興,這個位置的時候 建築面積是888呎 天井、廁所是176呎 還有入職角是660呎 誰知道天井就能看到圖籍了 OK的, decent的 這個位置的時候,原本叫價 隨便隨便,1500萬,然後減一減一 整個就990萬成交了 好,深旺的這間店,門闊13呎4 深的時候57呎 那這裏我感覺,這個是交易交易的 但我感覺這個店舖的時候,比一些位置 大概三百元,三百元都可以 你知道今時今日的時候,這裏有間店舖 好過在尖沙咀銅鑼灣,旺角有間店舖 那裏的吉舖遠遠多於這裏 那裏可能十間店舖的時候,有四五間吉了 這裏整條街你走過來的時候,是沒有吉舖的 因為這裏多數都是一些車房、車行、的士交間的位置 沒有影響過的,什麼社運肺炎,怎樣沒有影響過 看看基本資料先 現在回到這裏,這裏的感覺呢 如果當時疫租金三萬元都好,會補到3.6厘 旁邊的店舖,旁邊這個叫做,又是這間什麼 叫做興法食品這間店舖 之前是明星餐,那個業主我認識,洪先生 他說放去找我,他說放三千萬 他說放三千萬,我們覺得香港明天會更好的價值 這間放三千萬,他想放三千萬 這間店舖九百九十萬成交 那你說問我那間店舖是貴的 Anyway,這裏的時候,這裏都是OK的 我覺得很多車房、的士交間集中地的時候 很多的士司機、有關人,放在這裏消費的了 位置比較靜點,但現實地你走到整區 沒有吉舖的,沒有吉舖的 這裏,因為始終開車房有車行也好的時候 都要有地方,很旺的地方,他們給不到租金 但是你今天在這裏開店舖 遠遠好過你在銅鑼灣尖沙咀開店舖 這裏原業主的時候,上深馬進來,都OK 問題是09年的時候,200萬馬進來 200萬馬進來,就自用 自用買得進來都成功 那這裏,OK的,990萬,算便宜 還有一個成交比較,就是前面那裏的時候 大家看 那邊21號店舖,就有個成交就是460萬 但那些死鬼不回應,去那邊有間試鮮 跟這個差不多尺寸的,都是試鮮 就成交了1550萬,但位置漂亮一點 好,我講的就是成交比較 就是這個歷行車行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91號鋪,91號鋪的時候 一樣連一個日積角,19年12月份的時候 就成交了1250萬,記住吧 19年12月份,就成交了 變了的時候,那時候這間店 我朋友知道,就OK的,生意OK的 因為我無線電視訪問過他 他這輩子都在這裏做 這個車行,一年五年晚就抵了 另一宗成交就是2020年,生意OK的 那邊,就不再走過去了 總之這件事,好,那業主呢 這個定安街的時候,靜就靜 一分錢一分貨,990萬 都搶回市區,即是市市正正一間店 即是十三四尺面,十五六十尺 我猜不是,有哪一間是一千萬以下 好,幫你買家 幫你買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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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